大家好,我是胖罗 本期视频要还原为公家的春季蔬菜培根三明治 这是一道完全没有难度 闭着眼也能做出来的超简单料理 首先要准备50克在室温软化过的黄油 在黄油中加入一些黄芥末酱 我这个芥末包装看来是个有味道的包装啊 将黄油和黄芥末充分搅和搅和 变成可以用来抹面包的腊味芥末黄油 接着在碗中倒入柠檬胡椒粒 蜂蜜 挤出来很好看 吃起来也很香甜的美乃滋 以及油籽的芥末酱 将所有材料搅和均匀 变成有一定浓稠度的三明治蘸酱 这款三明治选用的春季蔬菜就是油菜花了 虽然我没有花 但是我有小油菜 然后烧开一锅水 再搓一点手泥 先把油菜的根部放进锅里烫一小会儿 再将整颗油菜进没到锅中煮一到两分钟 把煮好的小油菜放到冰水里冷却 保持颜色和爽脆的口感 再将油菜苗从冰水里捞起来 温柔到挤干水分 接下来打三四个鸡蛋 搓一丢丢手泥 啪啦啪啦的将鸡蛋打散 热锅凉油 将鸡蛋液倒入锅中 中小火慢慢加热 用筷子小心的滑了滑了 让鸡蛋凝结成块块 等到鸡蛋块蓬松 扔短短的时候就盛出来备用 煎培根的时候要在锅里多放一点油 将培根一片一片的放入平底锅里 中火加热 培根开始抽抽卷曲 且肥肉的部分变得半透明 油爆爆的声音超级诱人 当培根变得焦焦脆脆 两面棕黄就完成了 把煎好的培根放在厨房纸上 吸取多余的油分 最后就是将这些食材都组装起来 做起来就和看起来一样那么简单 感觉非常适合春暖花开的季节 带出去野餐游玩 做好的三明治上 要蒙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面包水分流失 再在上面盖上一个平整的 轻量级重物压一压 让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 那么 美工家的这道 春季蔬菜和培根三明治 就完成了 简单到感觉自己又水了一期视频 真开心 我就不跟大家客气了 这个三明治荤素搭配 油菜的爽脆 鸡蛋的昙滑 还有培根的焦香 都让人难以拒绝 尤其是这两款芥末酱 感觉就是占皮带都好吃 那么以上 掰了个拜拜 拜拜 拜拜